就是自己在上面加上註解 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你怎麼寫反正都可以 之前有同學就把它當筆記來寫 打了一大堆 我看他打的可能註解的字數比程式還多 那也沒有問題 其實註解我講過是寫給你未來 應該不是寫給你現在看 寫給你未來看 你未來即將忘記這些程式 到底做什麼 所以你寫得越詳細 你以後自己打開看 你會越清楚到底你那時候在學什麼 OK 那至於程式怎麼樣寫最好 當然你可以不斷去磨 有同學問到說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你不要算平均好了 那我希望呢 算出來的結果並不是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testbox123 就是他輸入那三個資料 拿來做計算完再丟回去 那你可以另外一種做法是什麼 你直接呢 就像這邊平均成績 他丟一個Average 把前面的資料 有沒有 那也就是你這樣是不是可以 在這邊不是丟結果 而是丟一個公式 OK 也可以啦 只是說 撰寫程式方法很多 那你要想一個方法 反正自己覺得奇怪 然後又不會麻煩的方法 其實最好的方法 這個方法當然也可以 如果你要錯的話 一可以怎麼做 如果方法二 你可以 我的習慣這樣 原來的程式不要刪掉 加個註解 不然的話 你刪掉就無從比較了 二的話 再下面Enter 把剛剛那行貼上 再來呢 把這個後面的東西 如果你要把它加個公式的話 先加個公式上面這裡 因為 因為 你需要把這個公式裡面的資料複製 再取消 輕易把它貼到這個雙尾號裡面 它就會幫你執行 意思就是 幫你把公式 標到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但是我們 這個地方 公式裡面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是第二列 對不對 那將來我們是第幾列呢 第R列 所以呢 你需要什麼 把R怎麼樣 取代這個2 OK 但是你又不能直接放進去 不能說 B R 欸不對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完整的自串 你要在這個自串裡面呢 放兩個R 有沒有 所以怎麼樣把它 變數放在R裡面 還記得吧 前面講過 類似像放個I 有沒有 然後呢 做法1 記得就是 把這個2 雙尾號雙尾號移到中間 Enter Enter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R 然後呢 把END的符號前面呢 加上空白 因為END前後呢 在VIVIA裡面就要空白 好 一樣的做法 雙尾號到雙尾號 這個地方 C 把它 蓋過去 這樣就OK了 這樣的寫法是什麼 就是丟出去的話 會是一個公式 而不是最後的結果 好 不過這裡我們沒有考慮到 取到小訓的第二位 所以 試一下 這邊假設我們 應該做完OK啦 就是 關鍵點就是 把公式貼到雙尾號裡面 然後呢 再把原來的2 有沒有 改成R 但是你不能直接改 你一定要先 雙尾號雙尾號 跟END 中間串一個R 這樣子的 才可以喔 OK 意思是自串裡面 要放變數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 如果是 再來就是CCC Enter 新增的時候 那理論上應該是 沒有這個 sub 或方選 多重 成績函數 應該是成績多重函數 OK 奇怪我剛剛 對對對 因為我這個 剛剛有重貼過 那沒問題 再來的話 再做CCC Enter 好 這個時候有出來了 有沒有 那但是呢 可以發現喔 這裡面放的就是Average B 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把列號 自換成 那個變數 可是沒有考慮到那個什麼呢 Round 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 假設你要再增加的話 你直接在這個公式裡面 外面啊 再減下 插入一個數學裡面的那個 數學三角 裡面那個Round R開頭的Round 函數 然後你把公式貼上 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這樣子的話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前面加Round 欸 乾脆直接怎樣 直接這樣也可以喔 然後你也可以在怎麼樣 在這個 這個前面有沒有 那在這個有沒有 前面再貼上Round 在這個後面呢 加上 B2 豆點 確認一下 啊 對 這個括弧 後面加一個 豆點 1 後括弧 這樣就OK了 這樣子的話 它一樣會幫你輸出 也會取到小數點的地位 看一下 DDD 然後隨便再輸入一些資料 Enter 輸入 好看一下 可以喔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 就幫你加Round Round OK 應該可以懂得邏輯啦 只是說 這個東西 就是 哪個簡單呢 這會簡單嗎 嗯 好啊 反正自己覺得簡單就是好方法 我是覺得都很簡單啦 但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熟悉兩種方法 所以 你剛開始 就是至少 不要說都學 結果都不會 一定要學會一個 一個 然後你把它善用 之後有時間再來改 OK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方法 這個方法是 直接丟一個公式到儲存格 那這種方法會常用 至於你用哪一種方法 反正我見招 才招 看哪一個寫出來 公式最短 那我用那個方法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沒有人喜歡把程式寫得越複雜 但程式越精煉越好 至於用哪一種方法寫得比較精煉 那這個可能就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你要注意稍微踹一下 很好的方法 很好的部分就是 同學會問一些可能很多種方式 那當然還是需要去try一下 OK 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 我們如果丟公式的話 我可以用這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如果我要房單 那房單的話 基本上 我要在還沒新增資料之前的上面 先做一些邏輯判 判斷什麼呢 至少會想到 有其中可能 就是你在輸入的時候 如果直接按新增 一定會化掉 因為裡面都沒填資料 所以按新增 它就掛掉 資料不符 在哪邊呢 這邊傳過來的東西就錯啦 OK 所以再別的注意就是 沒有填資料的話 那我要先擋一下 那怎麼樣擋最好 是每一個每一個去check呢 還是全部一起check都可以 這裡我是寫 每一個每一個去check 那怎麼去check每一個 基本上呢 我們的check方法是if if什麼呢 哪一個 txtbox 第一個 txtbox 1.test 如果裡面呢 是沒有東西的 等於空的話 那 then 所以後面打 then 做什麼呢 先打end 你就是需要怎麼 如果第一個沒填的話 就是mashbox msg 要一個訊息方塊給它 mashbox 然後呢 請輸入 序名 ok 序名 然後 一般習慣 如果要讓它 這個mashbox更漂亮一點 也許可以給它一個什麼 這個vb 這個 這個critical 就是給它一個警告 好 然後enter 記得喔 再把游標直接放在哪裡呢 放在 因為它沒填 所以你記得 把游標直接就停在 它沒填的那個儲存格 所以那個是tastebox1 點什麼呢 set focus 再來的話呢 記得喔 城市不能往下走 記得是什麼 isit isit sub 就跳離 否則它如果setfocus 底下還會跑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城市到此結束 不能往下走 直接到這邊的話 加一個序述 isit sub ok 我們試一下 如果它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跳一個警告 不要放上去 不要讓它往下 所以知心給各位看 新增 有沒有 請輸入姓名 有沒有 critical就是這個叉叉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多點這個critical 它不會有這個叉叉啦 只是說那個視覺上好不好看而已 不加也沒關係啦 我習慣是下一個感覺好像 會比較有那個 比較稍微漂亮一點的感覺 油門票一樣放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今天輸入了 假設111好了 直接按新增 這個也會掛掉 這個也會掛掉 所以怎麼辦呢 通常我會這樣 做好一個之後 有沒有 把這個 复制 貼 這是第二個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再做一次 這邊怎麼樣 改成 2 改成 2 一次類推 3 就是每一個呢 可能就是 逐一的 去做什麼呢 去做 檢查 好 目前 當然 這個地方是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它必須要逐個逐個的檢查 可是裡面的程式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裡面大概就是這個一樣 那後面這個藍位名稱 可能你就是再把它改一下 其他都OK 游標就是放在上面 第一個我想請貴 先試著 做房貸衣 是什麼呢 防止什麼呢 沒有輸入資料 所以第一個來畫面先 就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